大家好,歡迎收看GameplayHK Gundam Maker 出了一段時間,我想已經有兩個星期了 其實玩下去之後,就發覺和第一集都幾多不同 第一就是Gundam Maker,如果大家買中文學版的話,就可以選擇香港或台灣的譯法 我相信大家都看慣高達多的鋼彈,當然也有人喜歡玩日版 不過日版因為我不認得它的評價片假名,所以我就沒有玩日版了 先說一下它跟第一集有什麼最大的分別 大家都知道,以前第一集我們要打武器、打身體 看看大家打出來是多少星 又由0至10星不等,如果有玩過都應該會知道 今集有一點特別,先說武器 武器不是打回來的 武器最主要就是先打這些 暴槍基礎、火箭炮基礎之類的東西 如果大家看到的,就可能要先打一些晶片回來 上集一打回來就會立刻在過關的時候結算 究竟我們打到什麼呢?究竟它是多少星呢? 有好有不好,今集可以說是一個晶片地獄 因為大家都需要打一些稀有的晶片 還有比較奇怪的就是 可能我想要Liu Gundam的晶片 但我打Liu Gundam不出的 可能要打其他才會出的 這個資料方面就需要時間去搜集 我一時間都整理不到這麼多東西出來 其實如果有時間,我想我盡量都做一個表出來 讓大家方便找東西 除了武器,其實在組件方面都很大分別 都是由以前打回來的一星,到現在可以升級 升級的時候就需要有相應的素材 就像大家組裝高達或者改件一樣 就有些相應的東西才可以升級到它 另外就是每一件部分都會有些加成的效果 每一些加成效果都需要有些能力修正檔 蒸素修正檔等等 比較特別的就是,譬如頭部 你可以選擇什麼精烈的 它原本就已經附帶了 大家可以改的 就視乎你打回來的有些什麼 改了之後就可以精烈過一樣的武器 所以就看大家怎樣去選擇 精烈升到最盡就是可以加40% 其實非常之多 上集就沒有這些精細的東西可以給我們調教 還有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改造的等級越高 它附帶的武裝攻擊力就會越高 還有我們的武裝是可以進化 就算其他頭身手腳都可以 升到一定等級之後 你就會有其他分支 只要你給到相應的東西就可以做出來 當然如果你有雙倍的話 它就會不讓你調教 只有之前未有的東西才可以做到 例如突擊高達 你可以進化成不同的其他高達的頭 只要你齊齡影移 又未有這件東西 你等級越高它就會讓你調教 它就會讓你調教 這件紅色了就是它不讓我調教 其實這些我都有的 那在組合方面 我想大家都很關心這個選擇 通常大家可以用到四個 就是用十字按鍵的上下左右去控制 還有這些是什麼 就是當大家設定了給它之後 你進入遊戲中 你就可以按住十字按鍵的方向 按住之後 畫面就可以讓你用Analog去選擇 用哪種武器 大家就比上集可以多八種武裝 可以裝起來 當然要你的高達真的有這麼多東西才可以裝 這裡還可以去商店買一些特別設備 例如手錄彈、火箭炮等 放進去 輔助大家的攻擊 都挺有用的 有些可以定住敵人 又或者是 有一個很大的傷害 這樣 EX技也是 頭三個 正方三個同圓圈 就可以設定不同的EX技 EX技上集可能 有部份是學回來的 因為有些技要用多少下才有 今集這裏就是當你做一件PASS出來之後 就會送牙給大家 大家就盡力做多些PASS 學完技能去 另外就多了這個 爆氣之後的攻擊 當大家爆氣後 以前就這樣攻擊 或者加你其他EX的攻擊力 機體會快些 今集呢 就多了這個爆發技 這個爆發技就是當我們爆發之後 就可以再按一次中間那條巴 它就可以發動這個爆發技 配搭不同的裝備 就會有不同的爆發技出現 大家看你喜歡些什麼 我就喜歡用這個格鬥機 以及石破天驚拳是非常之兇的 它是可以打中了敵方之後 令它的零件全部散落 在打BOSS的時候 它就可以打散掉 除了零件的機會 就比其他技能高很多 接著模組 就看格數去裝 以前都是這樣的 大家喜歡用什麼模組 加進去令自己武器強些 不要說一定要怎樣加 最重要就是自己喜歡 我建議大家一定要把這個寶物獵人 因為非常之重要 我們想打零件的話 裝備它的時候 零件的掉落率真的會高很多 今集另外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有照相功能 不過照相功能 需要大家在BANDAI 開了一個帳戶 你連動之後 你拍完照片就會自動拿起來 大家可以上網去找一張照片 網址就像大家看到的這個網站 不難找來 但是記得 一定要登記了連動 你每次拍照就可以上網拿回 不過照片就很小 拍照就像大家在玩模型一樣 就是你可以幫它放不同的姿勢 調整角度 甚至是改背景 看看大家喜歡裝什麼給它 那大家組裝完自己喜歡的機體之後 放一個漂亮的姿勢 拍照 那大家放好姿勢拍照 就可以拿來做Wallpaper 其實這個功能真的挺吸引的 如果大家沒時間組裝模型的 又沒時間塗裝的 那當然在這個遊戲裡玩飽它 再讀辣一點 其實在這裡玩完 配完色之後 才真正在自己的模型上施工 那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還有今集是有故事模式 因為上集只是打 沒有那麼多故事給大家看 大家就會跟故事去打不同的東西 還有今集我們可以打到一些巨大的機體 就像DMA那樣 那以前是沒有這些 因為我們最多都是打PG 那MA就有它自己的弱點 還有今集會有地形的不同 有些站不到的位置就會掉下去 還有載具可以用 這些載具有武裝 還有一些可以滾散機 它是一個很方便的裝置 有時打大佬都可能會用到它 那例如這關 如果不借助載具來幫忙打BOSS的話 其實是有時間打的 那接任務方面 以前是由0至100關 那現在就有少少不同 故事模式 你每打完一關就會開一關新 或者有時開兩關都不頂 那另外就是多了這個挑戰模式 就會在不同的咖啡店裡 和其他高達對戰 那是一些精英高達來的 非常之難打 但是相對的 都會拿到不少好東西的 那第一和第二集的分別呢 就大約是這麽多了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